《小莞啟》 一六年拿到小莞啥的时候 其实我蛮兴奋的 然后我立刻着急了 茶圈的 一些偷偷闹闹 讲讲什么叫《中国好茶》 讲讲小莞啥大梦想 我觉得当时大家一定是很少不让 是 当我讲完之后 大家给我破了一瓶冷水 说小外甥不去做个包装吗 你们懂茶吗 这个茶能喝吗 后来我理解了 有时候我们在做着一个 和别人完全不同的事 你们在改变重要的茶 你们在试图敲动 别人都难了 你还让别人给你鼓掌 你觉得可能吗 中秋的销售哥 高新中大 全商场105家联营店铺排名 小卦茶第一 同仁堂第二 马克思马尔第三 这不就是超出我的想象 我们SKP在负一层 整个销量第一 而且远远地超出了所有的 大品牌 我们甚至一花 18年和17年底 又翻了一倍还不多 我们所有的成绩的取得 那不是别的 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靠 我们在座的各位 一点点把它搬出去 我2016年开始接触小卦茶 都能当私在说 我们怎么能找到一个 能够做北年的品牌 能够以支 穿承下去的品牌 它是什么 大自己提到了茶 茶作为必需品 它有机会成为一个 国内的第一品牌 也有机会 做成一个世界系的品牌 我说机会终于有 这不仅仅是个梦想 而且有成功的路径 还有什么不值的 去全力以赴 最近那个路径的品牌 还可以 有明显的有提升 那就还可以吧 对 黑罐来 黑罐 就 一般 对 走到一般 其实黑罐啊 一定把它的稀有 它的价值要讲出来 才有可能去卖 我们进第一个阶段 实际上就是进入卖场 特别特别的难 十几金花进不去 它们一直在充满质疑 大家觉得 茶在商场里面 不会有太好的销量 所以给我们造了一个 实际上是十几金花里面 比较后面的一个位置 那就是我们的开端 当时一周的话 就只卖了几罐 甚至有 站一天下来 一罐都卖不掉的情况 估个爹来说 哎呀 你们这个罐子 看着这么漂亮呢 是不是就全是包装了 你们卖的就是包装 就是觉得我们这个茶 不值这个价 我们这个东西 说最多活两年 你活两年以后肯定死 比如过去那些形成中惯性 所以说它们完全 基本上是不能接受的 从每一个细节 都在质疑 卖货我们也很着急 每天站在中端 不知道怎么卖 什么茶会浪质 当时呢 我们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吧 我们有很多的抱怨 小子跟我们描述了 一个很大的梦想 好像真的蛮残酷的 真的是看不到希望 第一批三个人 后来走着两个 留下了一个 战友离开了 他觉得做不到的 我好像我自己也做不到了 当时自己甚至也想过要放弃 好多人就觉得 你就卖了个罐子吧 做得那么漂亮 事实上他们不知道的 我们这个罐子的成本性很低的 它是一罐卖50 最有价值的就是我们这个茶叶 这是我们的托尔 就市面上的托尔 基本上它是一种饼状的 他们讲究什么 讲究粗枝大叶 对不对 这个叫什么 这个就是牙头 那四边上 他们把这种茶叫什么呢 叫宫廷波 叫宫廷波 它平时是都在我们一线的 我们当时就是自己抱有怀疑态度的时候 小总来听着我们给顾客怎么介绍产品 怎么介绍我们品牌 你的话术哪里哪有问题 他来补充 然后在后面他再细细地给你分析 真的是一步一步拉向我们往前走 慢慢慢慢地我卖就去了 他说我像他闺女 但是我会说小总是我的老师 每一个台阶我觉得他都不好 三万 五万 八万 十万 十五万 每一个五个女孩都不要乱单掉 后来是到了中秋那一刻开始 央视的广告开始投放 我们的销量是值钱上升 十万 二十万 三十万 到中秋赶到了五十多万 全面放放 那个时候一定在十七华 已经是全场第一 应该是超出我们的预期了 时间的确是比较短 非常快就起来了这个领培 十七华之后 我们开了中大国际 总部当时有一个 渐渐的和导思想 就一定要选高端那个 所以是选择了这个 这些中大国际最高端的奢侈品 那个时候实际上几乎就是爆发 印象中最深的第一天人超多 这个店几乎人占满了 我们当时穿的是冬装 因为人流量大店里面热的 整个背上全是汗 泡茶都泡不过来 几颗量就那么大 所有人都挂 我们真的没想到小花茶是这样 开始给那么多人的时候论同 说喜欢 整个卖的都卖断货了 当时印象最深的是 陈列上的一个盒子是坏的 靠谱都不嫌弃 你给我 就这种的 就是整个的市场都是供不应求的 第一年之内 我们的资货品类应该是 它做到冠军类的层面上 就这个店给我们零售带来 无限的期望 对我们来说就是个转账店 我们没想到小花茶 一下子零售都做这么好 以前的话大家实际上 你想去商场的话 肯定求爷爷高奶奶 都有各种关系 中大国际之后 它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样板 所有的商场向我们开绿的 小花茶的这个经销商 它实际上已经拿到了好价格 对吧 但为什么还没有好的销量 和我们专卖店来比 它们主要的区别在哪里 它们产品多呀 我们专卖店你只能卖小花茶 所以第一个问题 应该说是专注性的问题 对呀 专注度不够 17年应该说是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如何能够快速地提升小花茶的影响力 那么实际上工艺在强调零售的同时 开始强化分享 它在要求落实 找一批金销商上来 在那个阶段是蛮有挑战性的 因为当时经销商对小花茶还是充满质疑的 有时候有一个客户 我们从早上十点过去 一直沟通到下午三四点 等出门的时候 喝茶喝的手都发抖 其实每次谈的时候 我觉得都像打仗一样 这里面有方方面面的问题 不断地在沟通 今年投入比较大 实际上从商场店来说 它增长率蛮高的 咱们这些合作伙伴 这个销量 没增加 大概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你现有客户增长率 它不会像商场里面 每天不停地会有流动 其二呢 我们是一个综合店 那么客户 它有太多选择 对于我们一个个店来说 说实话 我们自身的引流的能力 没有办法像大的品牌去那样 去花那么大的代价 去做广告 去做宣传 从服务的角度来说 哪方面对这边有什么要求 或者说意见也罢 或者建议也罢 可能还是效率 和之前我们说的广告方面 那比如说我们去年说 给那个停车场的杆子上 要做这个广告 引流 但是整整之后了一年 我们的电梯广告 是今年才上的 那在透过这些实际的同时 我的热情也在减 因为我的信息需要 靠这个来维系 速度很重要 真的速度很重要 这个事 我觉得 我先做个检讨 我是觉得 起码 相当的一段时间 对这个品牌商是粗放的 但这段时间 我们可能不能够面向 所有的客户 去提供服务 因为确实 我们人员有限 那首先保证A类客户 就我也听听大家说 究竟需要什么 可能针对不同的渠道 有不同的问题所在 重视度也罢 销售方法也罢 或者我们的支持也罢 准理点不够 但是这个方向是对的 分销肯定是必须去做 我觉得一直在 还是在模索 不同的模式都在测 只有不断地试错 才有可能找到方法 感为天下天的人 肯定是少的 更多的人是观望 看别人能不能做 做了以后 是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所以来说就是 在这个时间的赛跑上 肖总一直是走在前面的 整个18年 应该来说 我们还是会面临 越来越多的挑战 最大的挑战 我觉得就是 如何深化品牌 今天很多的消费者 对我们整个品牌的理解 还停留在一个 相对比较浅的状态 我们觉得 这茶好 茶贵 道理品不错 实际上对我们 小挂茶的整体的理念 我觉得是缺乏认知的 所以我们投入了巨大的心灵 建议的第一个体验店 这边是产品展示区 这边是茶剧展示区 第一个茶柜 这边是茶剧 有招待人的行政套和功夫套 也有自用的掌官杯和旅行杯 这边是中国茶文化区 我们想让消费者了解 中国茶从传统到现代的一个变革 那这边是第一个包厢 我觉得必须给消费者 提供这样一个服务的一个成绩 服务好我们的客户 把它对小挂茶 有更深刻的理解 我想做一个尝试 还是很多顾客觉得 我们小观茶依旧是广告 觉得这只是营销 咱们茶也的又贵怎么样 这也是我们建立 这个体验店的一个原因 你能不能让消费者到了这个店面之后 小挂茶是这边 小挂茶的广告 仅仅自占了真正投入资源的 很小的一部分 但是作为消费品 它又是必须的 小挂茶在引导中国茶叶 进入品牌化之路 刚把所有的这些 真正的给它传播完之后 它一定会敲个大拇指 最后要说一句 小挂茶真是个伟大的品牌 这个店大概投入了200多万 即使风险肯定是机会 你投入了 付出了 我觉得实际上 它给你的汇报会更多 小挂茶本身是一个非常创新的 我们确实前面没有 可以借件的东西 那只有我们全力以赴地去尝试 那不去试 你肯定永远不知道 既然试了 就把它试出来 小挂茶 小挂茶为什么我们在三天的时间里面 做到了别人几十年 没有完成过事情 是什么力量 是创新的力量 因为它和别人不一样 要热爱你这个品牌 热爱你的产品 热爱这个事 我觉得要拿出全部的热情 去热爱它 走到这一步 态度都不容易了 大家都很苦 都很累 但当我们呈现荣耀的那一刻 就觉得这一切都是很值得的 他们整个这个团队 它有这个饥饿感 它不会说 OK 我满足一现状就好了 做到60的时候想发誓 做到80的时候要冲一半 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都会遇到 但是就是有一百个 让你退出的理由 总会有一个 让你坚持下去的理由 这就够我 我觉得小挂茶路总的会更长 因为它所有的东西 一直在更新 我更愿意留下来 一直跟着它继续成长 我真的希望小挂茶 回头是走向世界 所有的东西 哪怕我语言不同 我用茶叶 我们来进行一个沟通 中国茶需要变革 小挂茶是无限可能的 整个的沙还是空间是巨大的 我们也需要不断的去探索它 去尝试 小挂茶大师座 小挂茶大师座